我们再来看新竹县竹北市的乌鱼养殖区 最近进入最后采收的阶段 而今年因为受到进口饲料涨价的冲击 渔民纷纷减少养殖 估计今年的采收量可能只有前年的一半 所以市场价格也会相对提高 竹北的渔货处理厂从清晨就开始忙碌 现在正值养殖乌鱼的采收季节 巴子窟可说是全村总动员 刚捞起的乌鱼马上送到这里 有的负责去鱼林 有的则忙着处理刚取出来的乌鱼卵 我们今天差不多5点就开始工作了 我们现在是在做乌鱼籽的清洁整理工作 然后就把它弄得漂漂亮亮 把它保鲜冷冻起来 新竹的乌鱼养殖从民国80年开始 产量挣全国的两成 前年的产量有15万位 但今年受到进口饲料涨价的影响 产量只有前年的一半 今年我们这个实际产量大概七万五千尾左右 因为这个大环境的这个原物料上涨 饲料涨几乎一倍 那电汇也是在涨价 所以说这个乌鱼养殖的医院也越来越低了 所以说产量减少很多 产量减少相对价格也提高 今年光是乌鱼的价格 就从去年一台鲸20元涨到一台鲸60元 未处理过的乌鱼卵 每台鲸涨了150元 而风干后的乌鱼籽涨更多 每台鲸涨了200元 看来过年要吃到好吃的乌鱼籽 民众得从荷包多套一些银子 记者在日文新竹报导